在我们讲完域名服务器等级结构中包含三种DNS服务器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Local DNS Server Local DNS Server它不属于上述的等级结构 它是一个主机发出DNS请求时 这个报纹首先会被送往该Local DNS Server 然后看一下这个DNS Server里面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域名解析的地址 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继续往上走 如果有的话就直接返回 就像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主机它想访问百度 然后它找这个它Local Name Server Local Name Server它发现它这里面有显示百度 然后它等它IP地址比如说1160.blahblahblah 然后它这个返回给我们这个我们的host 然后它就可以登录了 直接直接就可以返回了 所以说我们的本地域名服务器起了代理的作用 并且也可以将我们的报纹发送到上述的域名服务器的等级结构中 就是说如果它这里面没有的话 它就会往上发给它的那个服务器等级结构中 然后我们的DNS Local DNS Server它一般选择就是离用户最近的 一般不超过几个路由器的距离 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局域网中 所以我们来看它首先不属于城市结构 然后第二个每个ISP都有一个本地的DNS服务器 也称为默认名字服务器 它就相当于一个缓存一样 它把那些你常用的域名和它对应的IP地址存到它的服务器里面 然后你想访问的时候就直接访问就好了 然后如果你面如果没有查到的话 它就会跑到上面的那些从根服务器开始找 然后一直往下往下找 然后只要找到你的那个 然后再存到我们的缓存当中 然后下次访问的时候就不用再那么麻烦了 然后第三个当主机发起一个DNS查询的时候 查询被送到本地的DNS服务器起了带累的作用 就说它如果这个DNS里面没有的话 它就会从这个等于制度一步一步找 找完之后它又把这个缓存到我们这个local DNS server里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domain name resolution 域名解析 它分为两种 一个是地规还有一个是迭代 我们先来看一下地规查询 recursive query 它这个是名字解析负担 都放在当前联络的名字服务器上 它的问题就是rule DNS负担太重了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运行的 首先我们主机它想要查询一个域名对应的IP地址的时候 它会从它的local DNS server里面去找 如果local server里面没有的话 那它就会往上一直从根节点往下找 所以首先第一步我们host问我们的local local说它没有 然后它就会跟顺着竖根往上找 首先第一个是根的根节点 跟着根DNS server 然后它发现它是EDU 它就会找到EDU的TLD 然后DNS server 然后再找到poly 就一点点找到它的权威服务器 然后找到它的权威服务器之后呢 它再一步一步返回 返回它的IP 然后返回它的IP 就相当于我们这一开始是有一个请求 有一个查询请求 我打Q 查询请求 请求 请求 然后这里IP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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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然后返回到我们这个local里面 它这个会存下来 然后再返回到它这个host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访问了 但是呢这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器负担太重了 它是不是要记住很多事情啊 你看它 它这里要用到它 它又返回这个7 它要去查3 然后6要找到它 所以说呢 我们应对这种问题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Iterated Query 迭代的方式 它可以大大节省我们 root name server的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运作的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host 第一步就问它的 local DNS server 如果local DNS server里面有的话 就直接返回了嘛 对吧 就OK了 就结束了 就直接这些 但如果你面没有的话 我们的local DNS服务器 它就会作为它的代理agent 作为我们这个host agent 来访问我们的这些根服务器啊 TLD啊 权威这些服务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面 local里面它没有 它发现它没有找到它这对应的IP地址 可能它就会找它的root DNS server 如果DNS server里面如果有的话就直接返回嘛 就OK了 也是这三步 但如果你没有的话 它这个第三步就会说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this name but ask this server 它就会返回TLD的IP地址 然后让我们去我们这个代理服务器去找TLD DNS server TLD DNS server里面有的话就直接返回了 就OK就结束了 但如果没有的话 它说I don't know this name but ask this server 就ask我们这个权威服务器 它给出我们这个authoritative DNS服务器 然后给到我们这个权威服务器的IP地址 然后再让我们这个agent 这个local DNS服务器 再去访问它这个权威服务器 就第六步 然后最后找到了 然后返回 然后储存到我们这个local DNS服务器中 把我们的域名对应的IP地址存到里面 就下次我们访问的时候 就直接可以用了 然后一般呢 这个local DNS服务器 它里面缓存的域名对应的IP地址 在两天之内就会删除 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IP地址 它有变动的话 那我们这个 但我们这个缓存里面还是一样的呀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删除 不然的话用户就下次访问的话就访问错了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local DNS server 它缓存我们域名对应的IP地址 主要是为了性能 然而删除它这个缓存是为了一致性 我们来看一下DNS它的报文格式 我们发现呢 它的查询报文和reply message 是一样的format 然后呢它有 比较重要就是它有个identification 它的id号 还有它flags 标识位 看它到底是个query啊还是reply啊 它到底是个 耶带还是地龟啊 然后它希望返回的消息是权威的呢 还是缓冲的 然后这样的一些信息 然后就是我们的标识位 那我们这个id号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般要查询一个东西 它可能还有返回嘛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主机啊 然后查询那些local啊 然后它又往这边 这边转 然后又回来 然后又回来 最后回来 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id是一样的嘛 就相当于一个联系方式一样 别人如果要跟我响应的话 它要跟我联系 如果没有id号的话 那我就只能有去无回了嘛 然后靠它的flags来判断 它到底是query呢还是reply 然后它到底是地龟呢还是迭代 然后它希望的消息是权威的 还是缓冲的 然后下面呢 这个记一下看一下就行了 了解一下 这个是查询的name还有type 然后对应的r记录 然后查询存微信息 服务器的记录 然后附加有用的信息 DNS的缓存还有updating 一旦呢任何DNS它学会了mapping 它就会cache这个mapping 它就缓存下来 由于呢我们这个主机和主机名 与IP地址之间的映射并不是永久的 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local DNS服务器 在一段时间后 这个TTL就会丢弃这个缓存信息 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就说 它这个不是永久呢 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服务器 网络上面的一些服务器它会换嘛 比如说我们这个百度 百度它的这个服务器 可能今天它的IP地址 是等于100 后面这个IP地址又变成160 所以说它IP地址可能会变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local DNS服务器 它如果一存除了是这个100的 这个对应的IP地址的话 那就错了嘛 所以说它会设置一个TTL 去丢弃我们这个缓存信息 而TLD服务器通常储存在本地名称服务器中 因此跟名称服务器并不是很经常被访问 而我们cached entries可能会out of date过期 如果我们这个namehost更改了IP地址 可能直到缓存条目的所有TTL 过期才会被全网所值 就是说我们这个百度 我们这个IP地址是160 而我们这个local DNS服务器 它一直存的是这个 然后所以说我们DNS服务器 只有在过期之后 两天之后它才会更新 或者说它那么再次访问的时候 发现这个不行了 它就会再去找一下这个 然后共同实现DNS分布式数据库的所有DNS 存储了资源记录 ResourceRecord简称RR 它提供了主机名到IP地址的映射 每个DNS回答报文包括了一条或多条资源记录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ResourceRecord资源记录呢 就每个区域的权威服务器 它都要维持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主要的信息就是区域的内部 和一些止域的一些情况 还有这个区域内部的一些域名到IP地址的对应关系 所以说呢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叫它资源记录 它就是来维护我们域名到IP地址的其他映射关系 还有NameServer的分布式数据库中 然后它的格式是这个样子的 它有Domain Name域名 还有TTL就是生存时间 Time to Live 就是比如说它这个两天之后 它这个就会删除 然后Type等一下我们再讲资源记录的类型 然后Class就比如说对于Internet这个网啊 它值就是IN 就我们世界上肯定有很多网络嘛 对不对不只有Internet 然后还有Value就是数字 域名或者说Astma这个串 下面呢就是保存我们资源记录分布式数据库的一些格式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Type 如果这个Type它等于A的话 那我们这个Name就是主机 我们这个Value就是它的IP地址 但如果这个Type它不是A 它是NS 那我们这个Name就应该是一个域名 然后我们这个Value就应该是它这个域名的权威服务器的IP地址 然后我们这个Type如果它是CName的话 那它这个Name就应该是它的RealName的别名 然后它的Value就是它的RealName规范名字 如果它这个Type是MX 那它的Value就是Name对应的邮件服务器的名字 所以不同的Type它对应的这些Name还有Value是不一样的 感谢观看